六層發表的範例也是蠻經典的 為什麼 因為所有的程式只要交回圈 幾乎都會交這個範例 那寫法當然每個語言 寫的方法都不太一樣 不過邏輯基本上是一樣的 那各位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我的這個邏輯 一定是1乘 乘的話是一個x 我用x來代替 1等於又是一個字串 串兩個相乘的結果 所以特別主要這個是i 這個是j 那這個的話就是中間串的 然後這個中間串 最後的結果 然後後面的話 因為為了要讓他跟下一筆資料 能夠有個間隔 所以我會在這邊輸出一個TAB鍵 輸出一個TAB鍵還記得吧 我們在跳脫那個拖曳資源裡面 或者在跳脫資源裡面 也有講到 要怎麼樣在這邊輸出一個TAB 有沒有 反斜線T嘛 還有影響嘛 然後呢 再換下一筆 你會發現下一筆有什麼變化呢 這個地方 i沒有變 但是j變了 j都是1234到9 有沒有 j的話就是1234到9 那i的話呢 一定都是1234到9 所以i的話呢 是縱向的改變 i的話是橫向的改變 那我要怎麼樣剛剛好 可以把這個部分呢 給做出來 那實際上呢 我們可以分成 總共可以分成 兩 三個階段來做好了 因為我之前 可能直接講 很多同學一下子腦筋轉不過來 為什麼有兩個回圈 一個回圈就快要搞不定了 兩個回圈 頭可能就整個就打結了 所以第一個的話 我們可以怎麼做 也許可以從一個回圈來了解 那這邊的話呢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先輸出好了 假設我執行 我希望做出類似像這樣子 1乘1等於1 類似像這樣 然後1到9 後面的數字全部都是1 也就是說 我現在只有用一個回圈就好了 一個回圈 怎麼樣把它串出來 那裡面的話呢 我們基本上呢 追的部分呢 我給它一個預設值 就是1就好了 也就是現在 這個回圈裡面 I變動 但是追不變 所以有沒有 1乘1等於1 2乘1等於2 有沒有 這結果就出來了 那我要 有沒有 追等於1固定 I的話就是 I引什麼呢 後面1到9 不過特別說 那這個地方 在拍攝還蠻妙的 你可以用中瓜糊 你可以用 小瓜糊 如果你用小 在這裡都一樣 那如果你用小瓜糊 它裡面是微毒的 不能改變 中瓜糊裡面吃到才可以變動 不過我覺得這裡面沒差 你可以幫我們用中瓜糊 或者你用Range也可以 Range如果1到9 1到9的話 你可以Range1到10就可以了 結果是一樣的 這個是一個列表 那我們可以怎麼樣 Printer 把iPrinter出去 不過iPrinter出去的話 這邊因為它是一個 一個int 一個整數 所以我外面包一個street 然後串一個 再串一個j 加一個等號 把最後的結果輸出 然後它輸出一個之後的話 特別注意 其實Printer 這個地方有一個沒有顯示出來 Printer這後面它會自動加一個什麼 斜線 反斜線 N 所以這邊會換行 這邊會換行 有沒有發現 它每一個都 也就是說 Printer 有點像那個以前Java裡面的 Printer Line 其實它是Printer一行 而不是Printer一個 一串文字 所以後面還會多一個 但是如果說你將來要做成就是什麼表 那這個就會有問題 因為你多這個東西 變成它不會橫向 而只會縱向 所以怎麼辦呢 那請各位先試一下 第一個請你先幫我做出 1乘1等於1到9乘1等於9 那待會我們再來看第二個階段 就是我要如何怎麼樣把它變成橫向的 所以第一階段請各位先試著做做看